火把节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非常流行的节日 可能遗族的火把节更为大家所熟知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拉护族的火把节 先来谈谈拉护族 拉护族的祖先居住在青海湖一带 然后逐渐南迁 现在居住在中国兰仓县一带 而兰仓是中国唯一一个拉护族自治县 这里居住了大概有40万拉护族 拉护族其实是真正的葫芦娃 因为在拉护族的传说里 拉护族的祖先和葫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一种说法里头 拉护族开天霹地的祖先厄莎 类似于我们平时说的盘古 在开天霹地之后制造了一个葫芦 然后把人装在葫芦里头 厄莎分别请老虎、小鸟还有老鼠来打开这个葫芦 最终老鼠成功地打开了葫芦 人就从此诞生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有个七天七夜的大洪水 这一点非常类似圣经的传说 一对兄妹坐在葫芦里头逃过一劫 并结为夫妻 繁衍后代 这是葫芦第二种说法 但是总而言之 拉护族的历史和葫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因此在拉护族的城市和村庄里头 葫芦几乎无处不在 是当地建筑不可或缺的元素 至于火把节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说法 对于拉护族而言 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当时有一个恶魔 每天都要吃掉人的眼睛 后来有一位英雄 每天去采集田螺 以代替人的眼睛 后来有一天 他没有找到田螺 出于无奈 他只能找到一只没有脚的山羊 然后用蜡给山羊做上了两个脚 并用火点燃 当恶魔看到这只点了火的山羊的时候 竟然十分害怕 躲在了山洞里 然后人们放水 淹死了这只恶魔 因此 人们从此开始纪念火把 而这一天正是农历6月24日 因此 拉护族的火把节便定到了这一天 实际上 遗族 白族 瓦族 纳西族 基诺族等很多民族 都有过火把节的传统 而且各自有不同的故事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遗族 在他们的传说里 人们用火把去走了蝗虫 因此 人们用火把来祭祀 作为火把节的开始 我参加拉护族的火把节 我参加拉护族的火把节 是在兰仓县的蒙庚村 在这里更有名的是老达堡 因为老达堡现在是著名的音乐小镇 家家户户都可以唱歌 都可以表演 但是老达堡庆了基督教 因此 他们已经不过拉护族的传统节日了 而距离老达堡不远的新达堡 这里依然保存着传统的习俗 因此 我决定去新达堡 参加这次的火把节 坐着摩托车 我们来到了新达堡 这时候只有下午四点多 不过家家户户 已经开始准备节日了 人们会准备糯米糍粑 作为祭祀的一部分 也会烤上玉米 或者在家里杀猪宰羊 准备晚上的美食和美酒 同时 人们也开始拿出松树和火药 把它磨成粉 这是晚上过火把节 喷火的时候 所必不可少的元素 家家户户都会提前磨好粉 在天黑前 做好准备 准备迎接火把节 晚上七点多的时候 天还没有黑 这时候 每一家会派出一位男性代表 然后拿着提前准备好的松树和刀 大家一起 在村庄投了人的带领下 一起上山 上山的时候 人们心情十分激动 而且会有人敲锣打鼓 在前面带路 最后大家爬到山顶 进入山顶的一座寺庙 这个寺庙是拉护族用来寄宿祖先和山神的 进入寺庙后 人们会在寺庙前进行表演 然后非常有趣的坐在两边 用刀 劈砍自己之前提前准备好的松树木 这个等一下就会绑在火把上 作为火把节燃烧的燃料 同时 人们会找出两个很巨大的树木 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缠绕刚刚劈好的柴火和松树枝 一共要环绕十二圈 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 更有意思的是 两个火把还是分公母的 一个为公 一个为母 分别立在两边 就这样 完全不需要指挥 村里人七手八脚的 合作起来 很快 他们就把木头绑在了梳桩上 然后立起来 这就是等下要用的火把了 每个村子都会有自己的磨巴 一圈汉语就是主持祭祀的人 在新达宝主要有两个姓 张和李 在他们的关系里头 张家主要主持天 李家主要主持地 因此村子里的事情主要由李家来负责 而主要祭祀的祭司就是张家人 祭司也会和大家一起 七手八脚的搭着火把 但是同时 在寺庙里 祭司也会开始念咒语 并且摆出祭评 是六对糯米瓷疤 是六对十二个刚刚做好的糯米瓷疤 还有四把香 分别代表十二个月和一年四季的风调语数 之后大家终于点起了火 每一家代表都会拿着自己提前做好的香 然后点上火 大家一起站到寺庙前 按照年龄大小 年龄大的离寺庙境 年龄小的离寺庙圆 然后在当地摩巴 也就是祭司的率领下 一起祭司刚刚的祭坛 祭司祖先 祭司各种山神 祈祷来年的风调语顺 李家和张家的两位掌门人 也就是村子里的主要的两位摩巴 一个会负责带领大家 而另一位会走上祭坛 在祭坛上告慰神灵 整个过程需要持续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村民会祭拜三次 然后在祭拜的最后 所有村民依然按照年龄的大小 一次走到前面 然后把自己提前点好的香 非常虔诚而恭敬地摆在寺庙前面 而同时 没有上山的人 他们还在家里头 当他们在山下摇摇地看到山顶 立起火把的时候 他们也会开始他们的仪式 他们在家里头会开始念起咒语 祭司祖先 祭司神灵 然后拿出火把 在家里走一遍 这里头具有除魔的含义 山上的人们会继续祭拜 代表他们家庭 祈祷来年的风调雨顺 在做完整个仪式之后 人们会继续敲锣打鼓 然后非常有秩序地一起下山 回到家里 相反 山下的人们会拿着火把 逐渐往山上走 来沾一沾上面祭祀时候的喜气 之后 整个村庄成了孩子们的狂欢 人们会拿着火把 和提前准备好的火药 一边撒火药 一边甩火把 大街小巷上都燃起了熊熊的火 如果换个角度拍摄的话 真的会觉得很像到了火灾现场 而山顶的圣火会一直熊熊燃烧 直到两天后 火把街结束 而寺庙里头剩下的木枝 柴火 要需要到8月15号才可以来清理 火把街结束后 人们会进入狂欢 唱歌 跳舞 喝酒 吃美食 整个村庄会变得非常的热闹 大家会一直玩到深夜 然后第二天 依然是大家的狂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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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